我用這個考試讀心術的方法 拿過一次世界級的奧林匹亞金牌 如果你真的學會這個方法 基本上你隨便寫 隨便考 一定上醫學系 嗨 大家好 我是考試之鬼馬克洋 今天教大家一個超神的考試技巧 如果你會這個方法 你完全不會寫題目 你也至少有八九成以上的機會可以直接猜對 這個方法是我自己發明的 叫做考試讀心術 你第一次聽的時候你會覺得 根本這是在鬼扯吧 但是你真的體悟之後 你會覺得這個方法超級有道理 而且超級好用 如果你真的學會這個方法 基本上你隨便寫 隨便考 一定上醫學系 考醫學系太簡單了 真的 這個方法是這樣 就是簡單來說 你必須要透過這個考卷去讀出題老師的心 看著考卷去想說 老師當初出這個題目的時候是怎麼想的 所以他怎麼設計這個題目 所以答案是什麼 這就叫讀心術在考試上的應用 那我講這個主要是因為我看到新聞上面說 國文第一題太難啦 根本就不太可能寫對 可是呢 如果你會考試讀心術 你幾乎一定可以把它猜對 我就用這題來當例子 講給你們聽 這題是這樣 他說框框裡面是讀音前後相同的是哪一個選項 那我先用考生的視角 就是平常人考生的表層 第一層邏輯的視角 講給大家聽 考生可能會視角是這樣 A前後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是一個問號和另一個問號 問號有可能等於問號嗎 就像X等於X這樣 好像有可能是對 B的話是簽 簽墨交通 然後後面這個 有可能是演 疑似是演 所以五態會是對的 C的話前面這個是 鋪還是鋪還是什麼 後面這個呢 好像是鋪接是不是 還是鋪符 不知道鋪或鋪其中一個 所以有機率兩個都是鋪 有可能會是對的 D的話這個是 觀寡孤獨 有可能更不會考生可能會覺得是金 那如果你知道是關的話 後面那個 也有關字旁 所以有可能兩個都是關 對吧 那 我自己是只知道這個簽跟這個關 其他的六個詞 我真的都不知道怎麼讀 我就不確定怎麼讀 所以這個是表層的考生視角 你可能會覺得 那個 B幾乎不可能是對的 然後C跟D之間可能猜一個 因為C疑似都是鋪 D疑似都是關 然後這個是兩個問號 那這個是考生視角 可是 因為 考試的時候其實你不應該用考生視角去寫選擇題 你應該用 出題老師的視角去看這個題目 因為 這句話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記起來 就是 選擇題的選項不是隨機生成的 選擇題的選項是考試的出題老師故意出了這個選項 所以每一個選項都有當初老師出他的時候心裡面在想的事情 例如說大部分的老師可能會不希望不會的同學能夠猜對 所以 因為很多不會的同學可能會覺得C疑似都是鋪 D疑似都是關 而選了C或D 所以 C或D幾乎不可能是正確答案 你們聽得懂意思嗎 因為不會的同學很可能寫C或D 所以出題老師當然不希望什麼都不會的同學能夠猜對 所以 C跟D就幾乎不可能是正確答案 那 B B看起來前面是簽 後面是演 所以 平常的同學可能會直接把它刪掉 就是它是一個很荒謬的選項 可是這個荒謬的選項為什麼會出現在 學測這麼重要的考試裡面呢 是不是因為 可能大家會把它刪掉 所以 但是它為什麼要存在 這個選項存在一定有意義 所以 這個很重要 一個看起來 不是亂出的選項 很可能是正確答案 那A的話是 X跟X嘛 所以 這個選項難以判斷 所以 這個 我在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的第一直覺反應 我就覺得 這一題 90% 答案是B 5%答案是A C加D 加起來的機會大概只有5%左右 就是幾乎不可能 欸我發誓真的 我看到新聞的時候我馬上這樣覺得 幾乎是B 很小機會是A 幾乎不可能是C或D 這個就是考試讀心術的視角 你懂嗎 就是 有些人在問說 國文考這個題目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會這些讀音真的有任何意義嗎 當然沒有 可是 這個就是要你培養同理心 你懂嗎 就是 如果 讀心術其實就是 超級強 強到跟鬼一樣的同理心 你能夠 看著考卷就 讀出老師在想什麼 如果你有這麼高度的同理心的話 你幾乎一定能夠寫對這一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體會這個意思 而且這一題 就 考試讀心術當然不是只能用來做這一題 它可以用來做任何考試的題目 就是 你一定要去體會 為什麼 出題老師 故意寫了這個選項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感受那個意思 就這樣啊 我 我用這個考試讀心術的方法 拿過一次世界級的奧林匹亞金牌 大概就是 考世界的奧運金牌吧 那 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確實是真的很有用 證實非常深的 好嗎 那 如果 這一次 學測考試 有任何 你覺得 很想要我講給你聽的題目 很想要我用考試讀心術講給你聽的題目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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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什麼 我會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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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